我说了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哦对了 你为我查的这些资料 应该费了很大的力气吧 你说吧 一共花了多少钱 我可以一次性转给你 高伟婷的心口一阵脚痛 她的眼底泛起了心红 她们之间 开始谈钱了 南希 这是我心甘情愿为你做的 我不要你一分钱 好 既然这样 那就再次感谢你 南希 你和我好好说说话 不行吗 说什么 你不觉得我们之间说什么 都是笑话吗 不 南希不是她 你在我心里依然很重要 是吗 有多重要 比你的老婆孩子还重要吗 高伟婷 你真让我瞧不起你 你知道你现在有多渣吗 站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 既然你六年前就做出了选择 那么就拜托你坚持到底 让我恨你也恨到底 不要再做什么挽救了 你对我的伤害 你一辈子都弥补不了 江南希一字一顿地说完 转身就走 却冷不丁地 高伟婷从她背后一把抱住她 抱得很紧 高伟婷你做什么 你放开我 高伟婷刚开口想要说些什么 却听到一阵刺耳的警报声 着火了 快走 她二话不说 拉着江南希就往门外冲去 而江小狼看着屏幕中有些仓皇的男人 嘴角勾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不要脸的臭男人 还敢抱我妈咪 她面前的屏幕上是大片大片的编码 是江小狼侵入了会所的警报系统 拉响了警报 我送你回去 不去啊 江南希大步地往前走 却冷不丁地 撞进了一个高大男人的怀抱里 撞得她鼻子都算了 江南希无语了 自己今天这是走了什么梅月了 就绕不开他们姓叶的 对不起 她丝毫没有诚意地道歉 绕开叶北枭 继续往前走 她狠狠地瞪了高伟婷一眼 你留在这里排查火情 她转身去追江南希 南希 上车 你怎么在这里 她拉开车门刚要上车 却被一只大手扣住了肩头 江南希一回头 就看到叶北枭正眼眸冷立地盯着她 叶总 有事 叶北枭并不说话 拉着她的胳膊朝自己的车边走去 喂 你谁啊 放给她 刚才宋贤坐在车子里面 并没有看到叶北枭的脸 而叶北枭也认出了 眼前这个男人就是白天在医院里面 将江南希抱走的那个人 她已经调查清楚 这个男人是江南希的中学同学 还给江南希写过情书 而这么多年 她一直没有结婚 就是在等江南希 三年没有喜欢上你的人 三十年也不会有结婚 试图靠感动营的一个女人 只是浪费时间 叶总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们的关系 叶总还没有权力干涉吧 叶北枭将不停挣扎的江南希 往自己怀中一扣 哼 从今天开始就有了 听到这话 宋贤瞪大眼睛不敢置信 这什么情况啊 而江南希也懵了 你胡说什么 你放开我 我跟你不说 我答应了 我们不就少了吗 你答应什么了 你那天缠着我说以身相许 我答应了 这位叶总 是从外星球来的吗 她看不出来 不是开玩笑的吗 况且那都过去了这么久 你才回应 不觉得晚了八辈子了吗 江南希忽然笑了起来 而且笑得浑身乱颤 她柔软的身子摩擦着叶北枭 让她感觉自己被摩擦的肌肤 像是着了火似的 叶总 那为你想了两天两夜 决定给我个答案 不过呢 我当时只是开玩笑的 而且过期不后 再见了林内 江南希 谁给你的胆子 一次一次在我面前叫嚣的 也就在这时 高卫庭从会所里面追了出来 看到江南希被叶北枭带走 还连忙上前 大哥 你放开南希 你不要伤害她 高卫庭 以后你要叫南希大嫂 什 什么 叶北枭不会是认真的吧 大哥 不可能 你们不合适 江南希一点也不适合叶北枭 合适不合适不用你管 你最好想想 该怎么回去和兰叔解释吧 大哥 兰叔也不会同意的 我不需要他的同意 一直是叶总在自说自话 兰希好像一直没答应吧 所以 你现在是强人所难 他不需要答应 这男人是有多自负 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叶总 清醒点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新时代 女人也是有人权的 我就当你一时冲动 不会放在心上的 好了 时间不早了 都散了吧 叶北枭怎么会轻易地再放过她 她打开车门 将江南希塞进车里 开车 叶飞一脚油门 车子呼啸而去 叶总 你今年多大 比你大 还真是老大不小了 你之前有过几个女朋友啊 没明白吗 我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史 像叶总这样的人 人帅多奸 又是霸总体质 应该情史很丰富吧 不如你丰富 从来没有够 这女人都和高卫婷分手多少年了 还和她牵扯不齐 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宋贤 长得清纯 怎么这么招男人 人美心善手艺好 就是这么招男人 没办法 你倒是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啊 江南希 没有人告诉我 招惹别人之前 先把自己身边打理干净吧 叶总 那天真的只是开玩笑 你别当真啊 我们真不合适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了 高卫婷曾经是我的男朋友 被你的好妹妹叶兰叔抢了 所以 我这辈子 和星叶的势不了力 你还爱她 江南希 你不许再和高卫婷纠缠不及 一叶北潇 我告诉过你 我对二手男人不感兴趣 还是拜托你转告你的好妹妹 管好自己的男人 别总是在我面前打转 江南希的气息 也喷洒在叶北潇的脸上 让她脸目的红了起来 叶北潇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 如此靠近我 而这个女人就是有这种魔力 一直在吸引着她 让她忍不住向她靠近 再靠近 高卫婷就那么好 让你连我也看不上 既然已经为这个女人破了力 但她并不介意 一指破灵 她的唇瓣微微颤抖 似有些急切 还带着一丝矜持 向她靠近 想吻她 想品尝她的味道 然而腹肩一凉 稷而一头 让叶北潇的唇堪堪停留在她唇的上方 一毫米的位置 叶北潇不用低头看也知道 自己腹肩被抵上了一把手术刀 她刚才是有多心急啊 竟然忘记了 这个女人也是个厉害角色